前陣子忙于电影拍摄的李千娜 从歌手携杠成演员 就获得金钟奖金马奖的肯定 然而因为疫情升温 电影暂停拍摄 李千娜在加防疫 也像民众一样经常上网购物 不料一时不剩 却成了诈骗受灾户 像我自己呢 就是很喜欢上网购物的人 在上个月呢 我购完了一个表演员 发现他寄来的时候 也是断掉的 我就发讯息问对方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回复我 直到过没几天 我又想要再去咨询他们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的Facebook还有Instagram 全部都撤销了 我到时才发现 我被诈骗了 加上关税大概是两万块钱 所以呢想要在这边 好好地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看到网路呢 有折扣有优惠 就失心疯地掉入了陷阱 刑事局邀请李千娜 担任房诈咖啡厅首发来宾 分享自身的惨痛经验 呼吁民众网购下标结账前 务必要提高警觉 在购物的同时呢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标示 有没有很清楚 选择商业两行店家 交易平台呢也一定要是有保障的 如果你有相关的资讯要求救 或者要询问的话 一定要赶快拨打 反诈骗专线165 赶快打到要求救他们 让他们来帮助你 刑事局防诈咖啡厅 接下来还将针对不同诈骗主题 邀请艺人名人分享经验 增强民众的防诈抗体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